仁慈的杀生 仁慈和杀生永远不会一起发生 佛教徒不相信仁慈的杀生是可以合理化的 仁慈和杀生永远不能够放在一起 很多人杀死他们的宠物是因为他们不愿意看到宠物受苦 回头来看 假使仁慈的杀了宠物和其他的动物是正确的方法 那为什么人们不愿意用同样的手段来对付他们所喜爱的人呢 当人们看到他们的狗或者猫 他们的皮肤上生瘡而痛苦的时候 他们就想杀了这些可怜的动物 他们称之为仁慈的杀生 实际上这样不是对这些动物仁慈 他们杀了这些动物是为了防患于未然 以及避免可怕的一幕 纵使他们对可怜的动物有真正的人慈 他们都没有权利去拿走一个生命以解除他的痛苦 不管那些人是多有诚意 仁慈的杀生都不是正确的处理方法 尽管这些杀生的结果不同于以亲恨心来杀生 但是佛教徒还是没有理由说杀生是可以正当化的 有些人误以为只要动机或者理由是善良的 那这种行为也可以视为善的 他们主张杀死宠物是为了解除他们诸多的痛苦 如此这种行为是善良的 我们不怀疑他们是有其善良的意图动机 但是杀生的恶行是跟着意图之后的想法而发生的 这样是注定会带来有害的结果的 基于这种理由 佛教认为 仁慈的杀生或者安乐死是不会产生善业的 佛陀忠告每一个人不杀生 假使每一个人接受这一个劝告 人类就不会互相残害 佛陀说 即使一个人在生命威胁中 为了自我保护 也都不能够杀生 为了保护自己而使用武器是慈悲的 一个人收这种慈悲 就不会遭遇不幸 人太爱他的生命 而不准备向他人投降 实际上 大多数人都为自我保护而奋斗 这个是自然的 但是 叶果是另一回事 当奋斗来保护自己的时候 假使他没有意图杀害了他的对手 但是不考地杀了对方 这样他就不用负责他的行为 在另一方面 假使他是带有杀意而杀人 他就无法逃避他的业报 他需要面对他的果报 我们必须记住 我们必须记住 杀生就是杀生 当我们不赞成他的时候 我们称之为谋杀者 当我们懲罚谋杀案 我们就称之为应处死刑的罪 虽然 假使我们赞成杀 我们称之为战争 但是假使我们在这些话语中 除去情绪的内容 我们就能够了解到 杀生就是杀生 远离仁慈的杀生 对很多人来说是讨厌的事 虽然如此 佛教不能够合理化 仁慈的杀生 完全没有恶报 当然 必要的杀 和没有亲恨心的杀 是被那些带着亲恨的杀生 恶报要来得少些 另一方面 一个众生 例如人或者动物 可能由于恶业而受苦难 仁慈的杀生 如同我们要防止一个人 去受业报 其实 业报的债 还是要在另一处发生的 按照佛教 我们能够做的 只是帮助对方减少痛苦